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部名叫《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的电影上映 顿时唤起无数少男少女对于巧克力世界的渴望 如今 当你走进位于来富士广场的好时期间变 就反复步入了一个由巧克力搭建而成的梦幻世界 在这里不仅能现场观察到巧克力的整个加工过程 还能买到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制品 无论是蛋糕还是暖西又或是冰淇淋 所有的一切都与巧克力这一甜蜜元素息息相关 所以在冬季时用巧克力不仅能为你的身体提供充足热量 它可以使心情变得更为愉快哦 暖心指数两星半 美味指数四星 综合指数两星半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第九名 关东煮 哇 我闻到一股香味 好香啊 什么东西啊 好诱人哦 在那里在那里 看到没 里面在猫眼好多人排队哦 赶紧去看一下 哦 原来是在排队买关东煮啊 看来 这一到冬天 很香喷香的关东煮也开始变得炙手可弱了 关东煮 最早前于日本 是一种放在木质推车里 沿街售卖的小吃 小贩们把贡丸 鱼丸 萝卜等食材用竹签穿起 放入精心调制的高汤中喷煮 后来经由台湾人改良 使关东煮的食材和占料更为丰富 从而风靡东南亚 如今 在这么多种类里 食客们都喜欢哪些呢 那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呀 吃他们的包鲜鱼丸 那个蓝花菜啊 像那个牛肉丸蛮好处的 哦 牛肉丸是吧 对所以呢 那一个木鱼丸 这样一遍我们打招牌的 哦 就是龙虾丸呀 北极酱 都包鲜鱼丸 包鲜鱼丸 都挺顺的 然后这个黑的 这黑菜呢 哦 看看这Q气十足 汤鲜梦里的关东煮 你还在犹豫什么 在这冬日里 就用美食 来好好温暖一下自己吧 暖心指数三星 肥温指数两星慢 综合指数三星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 第八名 暖周 在过于华海路上的一条小龙堂里 藏匿着一家已经以特色粥点为主的小餐馆 虽然所处位置较为偏僻 但粥香不怕巷子深 就凭着这碗好粥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前来 而说起这里的粥 食客们大多爱用软 糯 香 稠 四个字来形容 严稠的米粥配以丰富的食材 恰当好处的口感 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在这冬季里 如果能喝上这么一碗暖粥 气息品味 从口中慢慢化开的浓浓暖意 这种幸福的滋味 自单不言而喻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第七名 烧仙草 这个大锅里面装的就是 烧仙草 女孩子吃啊 它可以补血 排气 我们听说还得排毒 因为现在人也比较养生 那所以说我们在熬的过程中 我们会考虑到大家的健康啊 什么的 这个是那个燕麦 这是艺人 那艺人它也是有那种就是 像美白啦 像我们女孩子美白 有时候会长一班啊 哈哈 在林老师的精心大配下 一碗既健康又温暖的烧仙草 就大功告成了 叶数机前的你 有没有像个异常为快呢 我本来以为因为闻起来 它是有一点略微的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然后我本来心里在想会不会有一点苦呢 可是吃起来却一点都没有苦味哦 这个可能就是它和所谓的龟龄糕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吧 而且呢整个这个烧仙草吃起来嘴里面是有点回甜 但是又不是非常腻的那种味道 加上那么丰富的配料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暖心指数三星 美味指数三星半 综合指数三星半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第六名 汤圆 你是不是觉得肚子饿了 还是觉得有些冷了 那就让小二哥为您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吧 我贴 我挑 我撩 客观 汤圆来咯 看着这群游荡在热水中的白色小胖子 那有多少人不为他们所心动驻足呢 而如今 汤圆早已不再仅限于芝麻和鲜肉两种口味了 花生 枣泥 豆沙 菜肉 各种馅料一应俱全 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一元五一只 六元钱一碗 点上几只 来上一碗 现包 现卖 现煮 现吃 口感十足 咬上一口 皮诺 馅香 回味无穷 就冲着传统的味道 实惠的价格 还有那熟悉的感觉 您说说 这冬天 还会寒冷吗 暖心指数三星半 美国指数三星半 综合指数三星半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第五名 糖炒栗子 说起栗子店 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位于海民路上的好好栗子了 他们家可是糖炒栗子界的人气王 被惯用上海十大排队场所之一的头衔 如果你想吃到他们家的栗子 就得带足了耐心而来 那不是蓝炎吗 他又在干嘛呀 买栗子啊 排队啊 你没看那么多人啊 好吃的 蓝园啊蓝园 对于你这种为了吃 就什么都不怕的精神 我们身表佩服 不过 停电源说 他们的栗子可是有许多市民走过路过 都不会放过的 每天早上八点不到 就陆续会有市民赶来排队 这源源不断的客流一直要到晚上九点 这到底什么原因 是他们家的栗子这么吸引人呢 我们这里吃过的也蛮好吃的 所以在这里排队蛮好吃的 我吃的老脆 吃的粗粒没底 没好 我比老子要吃 咖啡是老子要吃的 看来中午每假年 可是他们家老板走着主打路线 不过能在这物价飞涨的时候 坚持做到价格清明也的确不容易 就在我们拍摄健新 蓝园也终于买到他梦寐以求的栗子了 好暖哦 看它油亮亮的 光泽度很好哎 而且这个栗子 甜甜的 而且呢非常嫩面 吃起来呢入口就化掉 慢慢的顺着喉管滑下去 很棒哦 哎来人 你可别光顾着吃呀 你知道这好吃的栗子 是怎么加工制作的吗 我们第一道手续呢 是成为那个 哦 工人们把它坏的选掉 发黑的就坏了 还有呢是有虫眼的 就是有虫眼的 全部把它选掉 接下来就到我们这里来炒 我们炒的过程呢是这样子的 大火 大火炒 中火焖 小火这样把它焖一下 成为呢 栗子炒成 一斤炒八两了 那个栗子就不粘口了 哇塞 看到大家那么忙啊 我都好想来体验一把 这个帮忙的干净 好可以 好啦蓝元 你还是赶快干活你的老本行 别在那添乱了 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看我这个一个机械的动作 扯袋子 装袋子 扯袋子 装袋子 生意真的是忙得不得了 那么多人都排队来买栗子 哇 看来大冬天的吃栗子 真的是一件既暖手 又暖心的事情啦 暖心指数四星 美味指数三星 综合指数四星 冬季时代暖心食品第四名 广市亮汤 如果说要去哪里才能喝到好汤 登登登登 我们就要向大家推荐 如今在上海市人气爆棚的 广东汤馆了 这广东人不仅爱喝汤 更擅长饱汤 一锅锅热气腾腾的亮汤里 饱含了丰富的食材 用小火慢炖后 汤汁香醇浓厚 平一口暖一顿身 切意无穷 挺好的 然后营养也好 然后口味也挺好的 这个汤里面料很多 有很多的生涯啊 还有一些桂圆啊 应该对美容和身体比较好吧 喝汤满的养心 这道不错 中医学上也指出 冬结喝汤不仅有助于驱寒取暖 同时还具有强身健体 滋补养颜的功效 所以待在寒冷的季节里 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汤馆 去尝一尝那些鲜美诱人的亮汤吧 河青指数四星 美国指数四星半 总和指数四星半 一走进川菜馆 我们顿时被那股浓郁的川味所包围 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特点是麻 辣 鲜 香 还有 哈哈 好了 小便这外行人 就不在这儿搬门弄捕了 还是邀请我们的正宗川妹的兰员 来给你说说这个川菜 来小园很激动 因为我来到了川菜馆的后台 我一听来闻到 呼比而来的川菜香 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死天了 死天牌 走 正经章牌 麻辣鸭头 紫菜特点 麻辣香酥脆 大厨说 他们家的鸭头都是由陈年卤水浸泡 他用大火翻炒爆香 他以独家秘制的麻辣调料 所以烹制出的鸭头 使麻辣鲜香 酥脆可口 外脆里嫩啊 而且这个鸭头的质地呢 非常的劲道 吃起来心里面就觉得暖和鲜的辣 哇塞 光是看着我们就已经能感觉出 这飘散出来的浓浓辣意了 当然了 在他们家除了麻辣鸭头外 水猪眼鱼 麻辣海鲜菇 笑脸土豆 也非常有特色 为什么叫笑脸土豆 给你们看一下咯 看 是不是一个笑脸呢 非常可爱哦 如果你觉得吃的比较辣呢 就可以用土豆来解解辣 再配上这个番茄酱 赶一赞 嗯 今天晚上真的是一个东西的享受啊 暖心指数四星半 美味指数四星 增加指数四星半 冬季十大暖心食品第一名 恋人的暖茶 是个小暖心的暖心节目 小暖心一个带动作为四星半 晓飞得八��hour 就是我们在 20分钟去弄下山的暖心节目 小暖心的暖心传统 也许在冬日里喝上一碗热汤 吃上一顿火锅 就足以让你大汗淋漓 暖意无穷 但有时候 一杯用爱人亲手炮制的热茶 却能带来更多的温馨 所以在这冬季 抽空为你的他 亲手泡上一杯热茶 送上一句关怀 融化着冬天的寒冷 让温暖在你俩心中有存 冬季时达暖心视频第一名就是 烈人为您准备的内杯茶 暖心指数五星 美味指数五星 综合指数五星 虽说如今的冬天温度会比较低 但是希望它没有影响你的心情温度 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寻找一个幸福的理由 无论说是一个恋人的关怀 又或者说是一道美味的食物 都希望可以温暖我们这样的一个冬季 那如果说你也有什么好的冬季暖心视频 想推荐给我们的话 你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来嘎嘎西吴 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所有信息 各位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来进行查询 好的 陶醉上海 绑定生活 我是你心一 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我们是剑谱赛